Hello,大家好,我是成 今天去摩托车4S店 去看一看,顺便聊一聊 在西南是什么考摩托车驾照的 有哪些要求条件 摩托车驾照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学习驾照 第二阶段就是限制性驾照 第三阶段就是全驾照 就是你什么车都给你开了 大排量的小排量的都OK 载人的都OK 在申请学习驾照之前 你必须通过由批准的摩托车骑教练 进行基本操作技能测试 如果通过了 你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申请 学习驾照的年龄必须在16周岁以上 然后你要填写一个申请表 一个身份证明 事例符合要求的一个标准 还有基本技能操作的一个证书 然后再往上申请预约考试的时间 学习驾照的理论考试基本是35道题 然后你要答对32道才能通过 第二阶段就是限制性驾照 你必须年满16.5岁 然后你必须持有学习驾照 至少6个月才可以申请 限制性驾照是由一名考官 进行60分钟的考试 考官评估您的骑行是否良好 是否通过 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全驾照了 年龄是18周岁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CBTA的一个课程 那你必须持有这个受限制性驾照 必须12个月以上 才能申请正式的全驾照 希望对感兴趣的朋友有所帮助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拜